已经进行这么久了 资料累积的非常丰富了 所以如果财政部它是用 你的平地限时跟市价的差距 来决定你的财政是不是足够努力 我想这个效果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违宪了 如果中央政府 它就直接根据实际 实际上登陆的这个基本资料 让平地限时在全国都更接近市价一点 那个税收呢 可能就是税率都不要动 也不要团房税 它的税收可能是增加十倍了 所以刚才讲到中央呢 希望用统筹分配款来做个诱因 让地方自己来提高相关的税率 地方感觉起来实际上是有困难的 花老师你就来看 我们看到像是台北市财政局的一个官员 黄肃金就说 如果是这么做的话 到时候恐怕是一国好几制 而且他也觉得不可行的原因 还包含了地方上的议会 恐怕是很难会同意 你这么来看 我想不动产的税改 其实它问题是已经大到是国家重大政策 才能去处理的问题 而不应该是中央地方 互踢皮球的这种做法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一定是中央下决心 中央发号施令 地方政府才可以 依循的这个方向去往前走 那它走的方向一定也只是税机往上调 因为我们的税率其实在国际比较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数字了嘛 它没有调整调减的一个问题 是税机低到太离谱 所以这个大方向 如果说中央政府可以定调 让中央给地方一些能量来往前走的话 我相信地方政府不是做不到 但是说实在话 其实例如说房屋税这个部分 去年应该是今年到今年 台北市政府 刚才讲到黄处长 他们其实已经对于房屋平定限制 他们做了一次的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其实要调的幅度好几倍 但是他就报财政部说 好 我们现在未来 要科的一些房屋税的税机 要往上调 特别是对于豪宅路段 这些豪宅 我调的比倍数更多 结果财政部怎么回答他的 他说你只能针对你今年调 就是今年完工以后的房子 你才可以来科用这个基础 之前的你不能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基本态度 是非常的保守 非常的不敢碰触的一个禁忌话题 即使地方政府愿意去冲了 对 没有错 台北市政府其实已经要冲了 其实反而 当然我不是要骂财政部的意思 我是说其实当地方政府有心要做 你应该要支持 你今天不能自己来发号司令的时候 那你也要鼓励敢冲的县市政府去冲 OK 我觉得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说 说实在话 财政部长担不起这个责任 以台湾现在的政治环境来讲 所以他一定是最高层的 要出来讲话 也就是说台湾的不动产税制的方向 到底该往哪里走 我觉得马总统 有这个位置来讲这个话 也有这个环境给他 可以讲这个话 所以说真的重点会回到最上面 所以重点是政治问题 对 没错 而对业者来说 政府只要有一点点动作 我还不要真的有这个动作 我只要放出风声 业者就会有一些反应 这一次的囤屋税 台中市的不动产开发工会理事长魏家明 他就说政府现在是要刻意打压房市 限制人民购买财产的自由 但是说到违宪两个字 不知道马老师会觉得这么严重 他说限制人民购买财产的自由违宪 这样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违宪是刻所得税 刻所得税 因为所得税本身要打击努力工作的这个作用 所以每个人都因为所得税 所以他就会对工作失掉努力工作的这个动机 他那个是真正违宪 所以有些有很多国家 现在慢慢都把所得税减轻 然后把他的税放在间接税上面 放在销售税上面 可是讲到这个房屋税违宪 这个我觉得这位先生大概是 实在是对宪法太过敏感 可是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呢 倒是有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背景存在 那就是把平定限制提高到接近这个市价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各地方政府都不敢做 台北市想要做财政部要阻止 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 他接到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全台湾80%多以上的人民 是拥有房屋的 所以当你把这个平定限制提高的时候 是几乎全台湾的人都加税 而且那个税呢 照刚才这个讲法是加十倍 所以你说哪一个政权敢做这样的决定 让全台湾所有的家庭 他的这个房屋税都加十倍 我想他只要做这个决定 他就马上政权就拱手让人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因素 那就是台湾其实是一个炒地皮的天堂 大概全世界像台湾这样的天堂是很少见 我们的税低到这种程度 而且我们中间透过这个变更地木啦 或者这个短期炒作所获得力 那些是不能计算的 而这样的一个几十年形成的结构呢 它已经变成台湾的政治生态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很多这些人物 其实他的选举经费啦 他的各项力是从这边出来 所以当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那就是一个生死交关的问题 对很多不是很多 是几乎政坛里面大部分人 那就直接对他的一个致命伤害 所以这个土地问题呢 是谁都不敢亲碰的 我们还记得当初王健宣部长 就问了土地税要不要按照实价 可增值税就马上就下台了 所以今天如果你碰到是 比土地质值还严重的 房屋税 而且你一下让他的这个税机提高十倍 我觉得那不只是执政党不能接受 是全台湾的政治人物 都马上跳起来要革命 所以虽然华老师也讲到 问题其实重点是在税机 而不是税率 但如果今天真的要调整的话 实际上还是有政治上面的现实 必须考量嘛 我讲当然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都是可行性的问题 一个不可行的东西 你当然不能这样搞 所以说税机条 这是要做的 但是你磕税的最后的认定基础 要不要是完全到市价 我觉得这是背后本来就有弹性 在美国的地方自治的模式底下 很清楚嘛 他税机基本上先用市价 来认定你的财产的总价值 但是我今年依据我的财政状况 我可能就用文武哲 当做我磕税的基础嘛 也就是其实第一个 这个税机背后 还是有它可调整的空间 台北市因为普通海南资源最大 所以它的基础可能可以最低 它可能打三折 maybe OK啦 但我还是明明确确的市价是符合 对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的配套 要一起慢慢做 因为终究台湾这个转换 它是天翻地覆的大变革 所以说它可能应该有些 渐进的过程嘛 例如说好我的目标是 10年内达到多少 percentage的一个税机 然后我接下来慢来 接下来每年开始往这个方向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是自用跟非自用 我还要切分 自用的部分 我还是维持比较低 比较慢的速率 非自用的我触度快一点 OK 这样的话让社会很清楚知道说 对 你的方向是对的 这个时候如果说 我们再加上政府高层出来 信心喊话 这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方向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台湾未来真的没希望 等等等等的话题来搭配 我不相信台湾人已经民粹到 或者是已经真的是胡乱到 已经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理性的一些讨论了 所以说我相信 我重点在于说 税机是重点 但是背后的配套措施 一定要同步搭配出来 否则的话 税机的调整一定会被骂到死 当他被骂到死 税改就瓦解了 所以就是你要很清楚的 让大家知道说 问题是在税机 而不是税率 可是我今天在税机上面 我要怎么改 大家也必须要凝聚一个共识 要不然碰到政治死胡同 你根本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那我们等一下先进段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 政府现在说呢 预售屋的部分要不要查 然后还有就是包租公 包租婆的这个税 要不要也来查一查 这些都是打房的相关措施吗 这打到最后会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好 打房的部分哦 其实针对在预售屋的这一块 过去一段时间又蛮多讨论的 那么财政部呢 现在计划是要针对 三千万以上的预售屋 要来查税 但是呢 这或许是担心在这个红单买卖啊 还有这个契约买卖之间的操作 会越炒越高 而根据我们的了解 其实现在市场上 主要在炒作的价钱区间 是在八百到两千万 现在财政部要查的是三千万以上 到底有没有办法查出一个结果 还打个问号 但其实专家说 如果真的能够杜绝 不效业者的一些按盘交易的话 或许对于健全方式 还是能够带来帮助 财政部喊出要严抓炒房 像记者现在所在的 内湖武器烫金地段 预售屋已经喊上 每瓶破百万元 很可能就会成为 财政部盯上的对象 总开发面积超过42公顷的 内湖武器重化区 举目所及人事荒凉一片 但已有不少豪宅 预售屋邻力 向有钱人招手 多过查三千万以上 预售屋逃漏税在内 虽然政府打房动作一泼泼 但对抑制房价的效果 民众褒贬不一 就算查税对压抑房价没帮助 财政部依旧势在必行 根据统计近三年来 个人不动产交易逃漏税 共有2512件 其中预售屋逃税的 就有1374件 追回税金超过10亿元 可见预售屋的确是 房市逃税元凶 一旦财政部锁定 三千万以上预售屋查税 台北市约65件 新北市31件 桃园县14件 台中市7件的建案 如果暗藏红单交易 让熟客买空卖空 就会被财政部盯上 民众望房心探 政府多管旗下打炒房 得再加紧脚步 好 主要预售屋部分的 查税计划 另外呢 是针对租屋的 查税计划 要来启动了 主要是会看 你是不是手上呢 似乎有三栋 以上的房地产 然后常常呢 是会观察 包含在租屋的 相关的网站 还有在学区附近的 一些租屋动态 都要划入进一步的 重点查税的范围 大家请华老师 让我们来看 包含了对预售屋的查税 包含了对租屋市场的查税 这是不是也会是一个 有效的另外一种 形式的打房的方式 我想财政部做这些事情 叫做一渐二货 没拉一渐三货 其实它是因为 表面上是可以增加税收 又有点好像我打房的效果 所以说它很支持 其实预售屋打房 跟查包租工的这个税 其实它是天壤之别的 两种逻辑 两个现象 预售屋背后 确实是有炒作的问题在里面 所以它不仅仅是查税的问题 它这里面是市场的健全 市场资讯的揭露 甚至预售屋长期未被纳入管理 的这个问题 其实它是涨通盘料一起来做 但是在包租工这个部分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租屋市场变成黑市的这个现象 我们要让它浮上台面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的目的 是要让租屋市场浮上台面 第一个让它产业化 专业化的经营 专业化的管理 让它对GDP的贡献 能够被创造出来 第一个是说让这些比较弱势的 这些人居住的这些状况 能够被政府掌握 我才知道未来怎么帮助你 我怎么提供资源 怎么提供配套的制度 所以说它不能只用棒子 它还要有萝卜 让这些事情浮出来 未来其实它对于整个住宅政策的改善 对于整个住宅市场的健全化 或租屋产业对GDP的贡献 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当然要来看 其实这个奢侈税的检讨 预计在11月中 相关的检讨的草案 要再送到立法院 现在在奢侈税检讨的部分 其实大家也还蛮关心的 之前国票金控董事长魏麒麟就说 其实国内的资金明明很充裕 但是现在进到了不动产市场上去炒作 他觉得这是对不起年轻人 所以他的看法是认为 如果是拥有第三户以上房产的